几年前谢霆锋和张柏芝离婚的事闹得沸沸扬扬 人尽皆知 离婚后张柏芝一个人带着两个儿子生活 有一次谢霆锋突然给张柏芝打电话说 柏芝照顾好孩子我们虽然离婚了 但我希望你能帮我孝敬一下父母 没想到张柏芝只是说了一句你放心好了 老天爷是不会让坏人这么快死的 原来是当时谢霆锋突然被查出皮肤癌 第一时间就给张柏芝打电话交代后事 然后就去医院做手术 没想到手术非常成功 当年谢霆锋拍摄十月围城时 需要剃光头戴头套 剃头发的时候 发现头皮上有一大块黑质 当时谢霆锋并不在意 可是头上的黑质越长越大 那时谢霆锋不得不去医院 在自己病重的时候 谢霆锋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的孩子和张柏芝 那时张柏芝的话给了谢霆锋莫大的支持 那时候张柏芝和谢霆锋的结合也是非常的戏剧化 张柏芝很喜欢谢霆锋 可以说是一见倾心 于是对谢霆锋展开疯狂追求 张柏芝为了更多的陪伴谢霆锋而推掉工作 跑到剧组里陪伴谢霆锋也许是张柏芝的执着 谢霆锋也动心了 就故意给张柏芝出了难题 你能追得上我 我就娶你 于是张柏芝追着谢霆锋跑了三条街 谢霆锋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之后张柏芝谢霆锋很快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的两个人幸福甜蜜 之后张柏芝被爆出厌障门 这对他们的婚姻无疑是亮了盏红灯 但谢霆锋确实很包容和维护张柏芝 在媒体面前帮张柏芝说尽好话 当时外界对谢霆锋的评价还是挺高的 但是后来有一次 张柏芝和陈冠希在飞机上偶遇 张柏芝居然还和陈冠希拍了合照 这一次谢霆锋没有再选择包容和张柏芝离婚后 谢霆锋和王妃又走到了一起 和王妃复婚多年 但就是不结婚最近 谢霆锋被记者问道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时 谢霆锋坦言 我不会再结婚 网友们疑惑 谢霆锋是不是被张柏芝伤得太深了 那么你认为谢霆锋不结婚是和张柏芝有关吗 有什么不同的观点呢 欢迎留言评论